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黑神化悟空 36种真丸强度排名 黑神化悟空一共有36件真丸 它们有的只能存在一个 有的在一周目可以刷出三个 有的需要三周目每周目哪一个才能凑买三个 那么这些真丸值不值得刷 又值不值得去高中目哪呢 今天就来聊一聊所有真丸的强度排名 排名的标准如下 我目过 就扯去的那样吧 那么正片开始 先包石片 首先说一下 这个游戏对于属性有两种状态 拿毒举例 100以下属于抗性级别 100以上就是免疫级别 如果是毒免疫 那么先包石片是无法无视掉的 无论装不装上都无法让对方中 而目前先包石片还有一个bug 就是会无视掉你自己的抗性 这里是97毒抗 带和不带先包石片 喝了倒马毒钩后的区别 现在我把它放在西 如果什么时候bug修复了 甚至可以无视对方属性免疫了 那么可以排在A 属于属性构筑的必备 虎金掏着 石破之后6秒内攻击加成 12%吸棍和戳棍都适用 不要以为只是石破大佬才能用 哪怕你穿的是牛魔套 因为你的bug 你也可以很好地把石破打出来 吃到增伤 从而更好的输出 我排在S 蔚来珠 普攻比较难出效果 如果你经常用棍花 或者三尖两刃枪的进尺 是比较容易出效果的 效果是免疫一次致命伤害 不会直接死亡 而是变成丝血 并且回忆丝血 再加个罩子 可以无敌一小火 对于金身套回延续这种 需要经常蹦花 或者三尖两刃枪 打进尺的套路 可以考虑放一个 在真玩位置上 齐包容错 这里有我排带B 月玉兔 日金屋 这里啊 我很难分开说 分开说我全放D 只带一个完全不推荐 如果两个加一起 可以带来3%伤害加成 和3%受伤减免 我直接说结论吧 一周末如果追求伤害 玩静置暴击率 在20%以上 那带两个兽与佛 如果暴击率 在10%左右 那带一个猫金宝串 加兽与佛 就伤害期望而言 嗯 这个 这两个组合 是比月玉兔和日金屋 加起来高的 也比两个白背腰链高 两个白背腰链 比月玉兔 日金屋 伤害高一点 但是拿得晚 而且还需要刷 而且没有减伤玩起来不安逸 所以我月玉兔日金屋 放在壁 白背腰链 我后面再排 定炎珠 还魂后的3分钟内 增加60点生命 40点法力 40点气力 一周末装备 这个死了回土地庙 也算你还魂 即使卸下来了 效果仍然能持续3分钟 而且二周末 多了九转还魂单 和救命毫毛 这两个可以在战斗中 复活的手段 不知道能带茶的时候 带一个不亏 而且 这个我猜大部分人 也不是用来装的 而是用来卸的 我把它排在壁 壁水珠 在水里加防御8% 拿到这个已经是一周末大后期 二周末数值碾压 增完随便带 三周末往上防御 是最没用的属性 而且水里的Boss并不多 最多能在水中 和Boss打斗的时候 撑一针混铁棍的伤害 如果你想说这是对壹周末 大圣宝具 那就是说你也觉得 这个只是特定场合用一下 那我排在CE也没啥毛病吧 琥珀念珠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个人觉得不太明显 稍微快一点 不知道带牙的时候 可以带一带这个 展棍子能快一点试一点 我排在B 博山炉 清甜葫芦加博山炉 每口都是最后一口 30秒增加15%的减伤 30秒清甜葫芦也能续满 减伤流必备 我排在A 吉祥灯 剧情散气候红眼状态 减少80点生命 带时增加10%伤害 身伤非常可观 我认为 隐身一击流的必备 排在A 坏人一杂 哪一杂 管神老三跑了 虎头牌 击打6次后6秒内攻击加8% 对于猴戏一击流 隐身一击流 这种没啥用 但是对于其他所有流派 哪怕对于普通平A打打玩玩的那些玩家 也非常有用 尤其是那些会打出多段攻击的流派 棍花 三接两刃枪等等 我把它排在S 车取配 减少回转法处时间 剧情散气效果不是很明显 定身稍微快个两三秒 身外身法比较明显有五秒左右 如果不玩静置的话 不知道带啥的时候装一个总是有点效果的 我排在B 三清令 生命50%以下增加暴击率10% 比三个猫精宝串加的还要多 低生命值可以触发锦铃依附的回血 夜叉套的增伤 阴阳法医的增加暴击 第一种情况是低座木的水栈有点用 后两种情况是大佬专属 我是说阴阳法医的压低血量的打法 是大佬专用 嗯 所以 这个增丸我排在C 精有 黑神化的线斗剑护符 满血时候增加15攻击力 很多bossing都可以上来一个闷棍 而且 这个增丸也可以给隐身一肌流增伤 唯一的问题是 它加的是数值不是百分比 所以 我排在B 模拟株 陷入寒冬状态或增加暴击率 没啥好说的 个人认为很搞笑的效果 如果不是为了百金奖杯 我根本都不会去刷 嗯 我排在B 接下来是最痛苦 需要刷 且一周目就可以刷出三个的 兽与佛 增加9%暴击伤害 三个叠加就能够到27%的暴击伤害 暴击率一旦超过15% 增加暴击伤害造成的伤害期望就是最高的 而刷这个的地点在小西天 也就是能拿到镜子的地方 如果镜子最后一个技能碟点出来 你的暴击率是能超15% 前期完镜子能无脑袋 后期大部分构筑B带 S级别 同佛罪 四灾耐性 各加5 鉴于几乎没有什么boss同时两属性 不如加12的单向四灾耐性的真玩 刷它纯纯是为了成就奖杯 而且刷得很痛苦 排在D 雷火印 相当于6个玲珑内单或者6个技能点 而且游戏里回篮手段特别小 加30点的法力上限 带着总是有用的 虽然刷得也很痛苦 呃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 镜子先装配上3个 然后拍下镜子后换掉 能增加15点攻击力 我排在B 君子排 增加省力恢复速度 叠加三个再配上不进套玩变身流 非常舒适 给大家展示一下三个君子排和无君子排的神力恢复速度对比 用了之后从此天命人有了名字 小黄龙你再赌一把赌成功了 成功夺色了天命人 嗯 变身构筑的必备 我排在A 卵中骨 无论玩给人下毒的流派 还是给自己下毒也给别人下毒的流派 不仅能提高附带毒水性的攻击 还能够增加对方中毒或持续Buff的伤害 下毒流派必备 我排在A 白背妖恋 能刷到她的时候 你带猫巾或者兽语佛的伤害 期望都比她高 嗯 刷两个白背妖恋 只比于月玉兔与日金屋高一点伤害 而且还没有人家的3%伤害减免 嗯 我排在D 接下来是需要三周目才能缩集完三个的 金花玉兔 灵运获取量多10% 仅在一周目需要刷灵运的时候带涨 虽然可以叠加效果 但二周目后百无一用 三周目灵运多的你都不知道你想花在哪 还在C 先入 同理金花玉兔 刷灵运的时候顺便加经验 但个人认为游戏的成章曲线设计的比较合理 不需要特意刷集 点数是足够支撑当前打法的 嗯 所以我也排在C 金色礼 嗯 见仁见智 嗯 全不改飞 有的时候我叠加了三个都刷不出来的东西 卸下来了就刷出来了 有的时候我刚换上三个 一两把就刷出来了 嗯 东西也迟早会有刷完的一天 所以我也排在C 水火蓝 对火和冰的变身增伤 对火和冰的化身增伤 一个大概能给冰火的化身技能带来6%左右的增伤 嗯 如果用冰火化身或者冰火变身的化身变身流派 是可以考虑带一下的 用途很窄 增伤也没有很惊人 嗯 我排在C 金中医 32的固定防御 还能反伤 虽然反伤的伤害只是蚊子腿 但是苍蝇再小也是6 玩爆马脑腕 防御虽然没什么用 但是主要是为了给混铁棍撑伤害的 牛膜混铁棍流 B带2-3个 所以我排在A 不求人 增加30.7力上限 来得够早是它最大的优点 在一周目前期需要注意气力管理的时候 效果还是不错的 后期也能像雷火硬一样增加静置的暴击 一个增加1% 然后谢谢来 嗯 这里我排在B 细词茶余 加13.7力恢复速度 前期可以用一下 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游戏的气力管理 不需要非常精细 尤其在加点里 气力那一列稍微点一点之后 感觉气力基本上就不用精打细算了 嗯 在有不求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 就 没啥 大用 所以我排在D 琉璃舍利瓶 嗯 同 刚刚的细词茶余 嗯 我也排在D 猫精宝串 任何流派都需要堆高暴击 堆高暴击最稳定的办法就是三个猫精宝串叠加 嗯 所以我排在S级 马脑罐 只加14点防御 被精中医玩爆 在拿到精中医之前 我觉得他都不一定能真的过不求人和猫精宝串 所以我排在D 白狐豪 变身流派必带 减少20%的神力消耗速度 实测就是轻击重击 银虎的格挡的神力消耗都会减少 变身流派可以考虑三个君子牌加两个白狐豪 或者三个白狐豪加两个君子牌 嗯 这里我排在A 我和翔猴 海底 之后四个都是加耐性的 而且都可以叠加效果 一个会加12点对应耐性 一周末的话 靠那个玲珑内单 我觉得可以打单一耐性升得很高 而且如果你会刷比如说布老藤啊或者兽与佛什么的内单就更是充裕了 高中墓呢就更不用说了 大家施灾基本上都免了 这四个基本上属于没啥用的 我都放在了D 而且高中墓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拿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啦 嗯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真玩强度排名 大家的看法又是怎么样了呢 嗯 希望在评论区踊跃探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